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因为它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因为蛋白质是有机大分子 是构成细胞的基本有机物 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组成部分 都有蛋白质参与 没了细胞不就没了生命吗? 所以蛋白质是人体的建筑材料 是我们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不管是我们的头发、皮肤、肌肉、骨骼 又或是内脏、大脑、血液、神经 全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如果缺少了蛋白质 那么所有这些组织或器官的更新、修复工作 就会受到影响 比如年轻人的表皮每28天更新一次 而未粘膜两三天就要全部更新 在他们更新的过程中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未粘膜我们看不见 但是皮肤你是看得到的 如果一个人对蛋白质的摄入、吸收、利用都很好 那么他的皮肤就是光泽而有弹性的 受了点外伤或者痘印、疤痕 修复得也会更快更好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是身体健康 还是生病、受伤 想要让细胞得到及时和高质量的修补 都离不开 蛋白质 对于孩子来说 蛋白质对智力和身体发育也极其重要 比如 大脑发育的特点是一次性完成细胞增殖 意思是说 骨骼、肌肉等等的器官或组织的细胞都能再生 但是脑细胞不行 一旦发育完成后 再也不会增殖了 是死一个、少一个 如果孩子在大脑细胞增殖的高峰阶段 没有得到足够的蛋白质补充 没能发育好 脑细胞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变了 错过了 以后再补充什么营养素都没用了 准妈妈们 摄取优质的蛋白质 不但为你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构架 也是为了宝宝的良好发育做准备哦 我们已经为你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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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